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卷猫职业生涯五大成名时刻 卷猫机器无解神功 皇族无难被逼投降 2012年英雄联盟半决赛WE对战皇族的比赛 26分钟优势WE开斗男爵 皇族众人前来防守 小微笑发条 棱坑上方排演 卷猫机器完美时机一发铁钩将其拉回 配合队友完成击杀 之后拿下男爵的WE进攻上路 卷猫再次超越神功命中蜘蛛 蜘蛛闪现飞天 原地等死 塔下石头也是带载羔羊 众人出击将其斩落 最终皇族不堪重负 选择投降 龙眼都是放得非常远离 开始进入大龙了 这边皇族也拿一副转 又攻 直接秒掉 这狗真的是 卷猫之夜 他本身中的就是太好成绩也不是太高 其实被打了一副一副的血掉 这些人再攻 又重 又被秒 跳 跳下来肯定会 原地 还是被秒了 这边石头人 血量也很低 顶着塔再次完成了一个双杀 这边已经投降了 恭喜WE 2比1领先 WE羡慕之战 卷猫机器在线赛场 2013年IEM杯WE对战OMG的第三场比赛 在WE确定无缘S3之时 卷猫选出了自己的招牌机器 整场比赛 全场神功 堪称传奇 他讨计想吧 这是被众人所铭记的一幕,也是卷毛的成名之战。 2012年全球总决赛WE迎战CLG战队,8分钟上路日理率先发弹,EZ大招一套输出直直卷毛,身中引燃血量见底,交闪撤离,同时中单死哥唱响断魂曲,凭借被动护盾思雪退至塔下,转身一记无解铁弓,配合微笑大招完成天秀反杀。 这是一场非常经典的卷毛机器抢龙的比赛。很抱歉,戴木尽了最大的努力,只找到了这个较为高清的版本,希望看客老爷可以谅解。 下面这场比赛也许你听过,但是你不一定亲眼见过。 这就是卷毛卖妆狂买39颗眼点亮拳头的比赛。这场比赛过后,拳头被逼无奈修改了眼位的机制,也就是如今的上线三只眼的原因,进入比赛后期,大龙的争夺成为比赛胜利的因素。 由于双方都是头顶400,于是在男爵处的视野成为重中之重。 52分48秒,卷毛第一次回家,率先卖掉工资装龟壳,买下七只眼。 57分55秒,卷毛第二次回家,先行购买两只眼,随后卖掉燃烧宝石,一口气买下十二只眼。 此时解说都表示震惊,就是因为这十二只眼的存在,WE站住了大龙处的视野,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虽然CIOG发起团战,但是凭借阵型优势WE果断接团,卷毛诺言先行开大,敌方所有人直指微笑。 微笑男枪闪现翻墙撤离,腿短金属,追击不上,无奈回头。 同时草莓打跑EZ,此时龙坑六壮汉还在持续互殴,草莓EZ金属全部加入战场。 如果你问微笑在干嘛,我回答你,他在吸血。 紧接着刀妹冲死若疯,诺言大树断后也被击杀。 此刻微笑杀回,大招爆死刀妹,两枪点死,水晶先锋,强势逆转。 当然这还没有结束,63分30秒,卷毛再次购买五个眼睛。 67分10秒,卷毛回家财大气粗,又购买了13个眼睛。 总结算来,后期卷毛狂买39颗眼味,插得CLG是最深梦死。 最后的团战CLG草丛殷人,弱风极限血量,开出中压草莓诺言外加卷毛。 仗着皮操肉厚,根本不把自己当人,相继摸残CLG众人。 微笑南枪珊珊来迟,刚好完成收割大业。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不解说他们放了什么技能, 那么我以非常专业,非常诚实的态度告诉你们, 技能实在太多,场面实在太乱,我实在是看不清了。 当然无伤大雅最后W1直接中路一波结束比赛。 这场比赛告诉了我们视野到底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也可以看到宝珠是买了12个眼过来的是让你拆,是吧? 有钱。 要拆到你手软确实是,光正在那边让对方拆也过他拆了两三分钟了。 他可以在那拼一个W1两个字。 这个眼看到了。 打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这一波要注意一下。 注意南枪。 南枪一个闪现,但是简单一个绕坡。 好,全部都是往南枪那边冲啊,这个真是。 那这一波的话南枪撞打很差,有着副活甲, 这样的话又能回身来打一波,那这样的话不太妙。 刀缝被带走。 好,南枪又回来了,毕竟有银血,漂亮。 好,还好是及时的赶了回来。 准备7分钟了。 好,这边的话有时间过来。 而没有想到直接被先手控制住了。 但是南枪还没有来,南枪杉杉来起,来小哥了。 先打贼,先打贼,高峰了。 哎,九龙的一个活是让他走到了一个后排,这样的话能够造成一个不利的输出。 好,南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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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他已经把11世代换成了一个扶活甲。 是的。 那这的话这可能接近过级继。 恭喜WE。 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第二阶。 孤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职业赛场上总是有无数经典为我们上演 Demo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 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让我们震惊的时刻 如果你觉得Demo视频做的不错的话 如果你和Demo一样喜欢英雄联盟 喜欢职业赛事 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收听Demo视频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